又到了柚子开花期 瑞瑟四处飘散着柚花香 柚子行销活动也启动了 瑞瑟农会的柚花追香路跑登场 农会理事长魏清禾表示 台湾文旦大联盟从柚子开花就开始举办活动 持续到柚子期结束 期待全台湾各产区的柚子都可以卖出好成绩 倒数鸣笛之后 所有跑者往前冲 这是一年一度的柚花追香路跑的活动 今年柚子促销活动 从台湾文旦大联盟诱花路跑开始 首场在麻豆登场 第二场就是在花莲瑞瑟 主要是加强全台文旦产区的知名度 就见面了啦 我们希望今年比去年没有这么多人 今年比去年更多人 尤其我们更要欢迎我们先生 亲友的好朋友 能够到瑞瑟来跟人赞进 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 这是我们在桌上的长官 不好谢谢他们 瑞瑟长路跑在文旦产地瑞瑟乡赫冈国小起跑 千位跑者分组出发 路线最长的半城马拉松 沿着193县道往北跑到复兴村凤梨公园折返 回头再跑上赫冈山区的文旦园 路线上上下下颇考验跑者的体力 三月下旬正值又花盛开 虽然跑得辛苦 但是沿途浓郁的又花香沁人心皮 中途的补给站包括春季限定的又花茶 文旦果汁 以蜜香红茶制作的蜜香卤味 还有跑者边喝边打卡拍照 竖起大拇指说超优质马拉松 记者高双双瑞瑟香采访报道